这是一座梦想的城堡 这是快乐女生的第二战场 一千平米封闭空间 一百三十个无死角尽口 六十四路全程信号 两百人跟踪制作 全天号无缝监控 这座城堡 用歌声全副武装 你凭什么留下 上周比赛 大嫂的岳嘉丽遗憾出局 岳嘉丽拿到四百五十二票 王毅杰拿到五百一十八票 我的梦想还在继续 还没有完 我还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为大家唱歌 好不是可以 嘉丽再见 所有学校错愕难过 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没有想到 终极PK是王毅杰和于嘉丽 唱功最好的 为什么总要在乎被PK 实际上这种也是一种磨炼 这个舞台华丽璀 却终究毫不容情 除了实力 梦想的争途如此不易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吧 就是我觉得是我画上一个非常好的句号 每一个星期走一个人 就希望大家都能坚强起来 微笑去面对一些东西 我相信嘉丽还会更坚持 更努力 更坚定地去走 一天天学习 面对比赛的残酷 疲累的选手们又开始了全新的一招 虽然前途未步 但也满心欢乐 现在 这座梦想的城堡里 只剩下八个人 走向舞台 他们便是相互之间仅有的陪伴 而每一天里 这样的开心 越来越珍贵 短暂的开心之后 紧张的一周小考 接踵而来 收起轻松和笑容 宣哨们即将迎战 本周 谁将成为新的落马宣哨 女生选愿 严酷考试 再度拉翔警报